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常用的電池 電池呢又分成一次電池跟二次電池 所謂一次電池就是只能用一次就要丟掉 沒有辦法充電 這個在課本的146頁 最上面 只能用一次的叫一次電池 不能充電 那什麼叫二次電池 可以充電可以重複使用 好來我們看一次電池最有名的是什麼 乾電池對不對 碳氫電池就是乾電池 就是我們用了最久的對不對 好來什麼是乾電池 那你要問我什麼 陽極材料是什麼對不對 陰極材料是什麼 電解液是什麼 剛剛一直講的 所以呢這邊告訴你 碳氫電池就是所謂乾電池 它的陽極是用氫這種金屬 所以各位陽極是負極對不對 所以它在告訴你什麼知道嗎 它在告訴你這個殼是什麼 氫這種金屬 這樣聽得懂嗎 再來 陰極是什麼 二氧化膜 包在碳棒 就是 中間是碳棒 就是石墨棒 就什麼是石墨棒 就是那個鉛筆心啊 然後外面再包一層什麼 二氧化膜 那你說什麼是二氧化膜 管它的 反正就是化學物質嘛 固體 那這個是什麼極 陰極 陰極就是正極對不對 陰極就是正極 所以凸出來的這一根就是碳棒 這樣跟上嗎 就是這個叫碳棒跟二氧化 我們就凸出來的那一根 然後那個電池裡面呢 是濕濕的 各位知道電池裡面是液體喔 不是固體喔 那個液體呢 它只是沒有那麼液而已 它沒有那麼像水啦 它是濃濃稠稠的 那電池用久了 不是會流那個東西出來嗎 流出來的是液體啊 所以它裡面那個液體是什麼東西 電解液啦 那乾電池的電解液用什麼 氯化氨 你說氯化氨是什麼 你管它的 反正就是一種化學藥品嘛 所以利用這三種材料 組合起來的 就叫做碳氫電池或者乾電池 為什麼叫碳氫 因為它有氫 它的陽極是氫 那為什麼有碳 因為它的陰極是碳棒 所以叫碳氫電池 這樣可以嗎 乾電池那個是俗名啊 俗名 因為早期的電池是 真的是液體啊 那它乾電池 它裡面用的那個液體 是濃濃稠稠 比較像固體啊 maybe啦 所以那是個俗名 就不要管它 好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電池 叫做碱性電池對不對 什麼晶頂碱性電池 碱性電池 碱性電池是容量更多 什麼叫容量 相同體積儲存更多能量 各位這個定義非常重要 在課本的 145頁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體積能量密度 可以嗎可以畫起來嗎 什麼叫體積能量密度 就是相同體積或者單位體積 你可以儲存多少能量嗎 這樣可以嗎 它的單位是 瓦特小時 每一升 我想沒關係啦 這單位不重要啦 我們這個課你有興趣再看 沒興趣就算了 你就記得它的定義 相同體積可以儲存更多能量 那就代表它可以用更久嘛 就這麼簡單 這觀念就可以 好我們來看 一樣 什麼是碱性電池 你要問我什麼 陽極材料是什麼 答案是鑫 怎麼跟它一樣 那陰極材料是什麼 二氧化萌 還是跟它一樣 哪裡不一樣 電解液 它是用氫氧化鉀 氫氧化鉀是碱 所以把它叫做碱性電池 你光是把電解液換掉 這個容量就增加兩倍 比較貴啦 氫氧化鉀比較貴 好再來我們看第三個電池 叫氫氧電池 忘記這邊有照片 這個是乾電池的照片 這是碱性電池對不對 那碱性電池可以做成方形的 原理都一樣 它只是電壓不一樣 這9伏特嘛 這3伏特 對不起這1.5伏特嘛 這個是9伏特電池 這個是1.5伏特 這個也是1.5伏特 這個是氫氧電池 有看過的舉手 有啦齁 真的有看過這種東西 那你說什麼是氫氧電池 它的號稱 它的電容量 會比乾電池再高一些 好它是什麼東西 來看這邊 氧極是什麼 還是氫啊 那氰極是什麼 二氧化鉀跟氫氧化鉀 它就多了這個氫氧化鉀 所以材料換掉之後 它的這個能量密度就再提高 當然比較貴 這樣可以嗎 它的電解液呢 是氯化氨跟氯化氫的水溶液 所以它是混合物 這種叫做氫氧電池 因為它用氫氧化念 所以它把它換個名字 一定要換名字啊 不然買的人根本不知道說 它跟碱性電池有什麼差別嘛 這樣聽懂嗎 這是一種行銷手法嘛 再來 有用過水銀電池嗎 拱電池水銀電池 就是這個東西 扭扣電池啊 扭扣電池 扭扣電池早期用的是水銀電池 現在大部分都不是 因為拱會污染 那個水銀電池用完之後亂丟對不對 丟到土裡面 那個水銀就跑到土裡面去會污染 所以水銀電池後來就很少用 陽極是什麼 鑫 陰極是什麼 氧化孔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比較毒 電解液是氯化氫跟氫氧化鉀 那因為它體積很小啦 所以後來早期就是用在計算機 電子表 有沒有那個很小一顆那種電池 扭扣電池 那因為這種電池會污染 所以後來又發明了這個銀電池 注意它是銀不是水銀 銀跟水銀是不一樣 水銀是拱嘛對不對 銀就是銀 那它的陽極是用鑫 陰極是用氧化銀 所以就是這個氧化銀 所以它叫銀電池 然後它的電解液是氧化氨跟氫氧化鉀 就是這個 這種就是銀電池 長得一模一樣 長得一模一樣 那現在你去買扭扣電池 有一些是銀電池 但是有一些根本就是鋁電池 現在的扭扣電池 很多已經根本就是用鋁電池 因為鋁電池現在太便宜了 所以很多人就直接用鋁電池 來做扭扣電池 就這麼巧我手上有一顆 這顆是我的遙控器在用的 這顆就是鋁電池 但是它不能充電 鋁電池能不能充電 跟它的結構還有它的成分有關係 這種是不能充電的 不能充電的鋁電池 你們傳下去看 它上面就告訴你這是鋁的扭扣型電池 所以目前的扭扣電池 就是剛剛講的銀電池跟鋁電池為主 水銀電池已經沒有了 因為這個汙染 好一次電池講完有沒有問題 很簡單嘛 大概複習一下大家都知道 所以下次記得去買扭扣電池 稍微看一下成分好不好 不用那麼難嘛 就是上面的其中一種 好那鋁電池其實它的容量 密度又比這個再高一些 那我們來看二次電池 課本的146頁 什麼是二次電池 可以充電而重複使用對不對 但是請你畫起來 充電的次數會有限制 這個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不是永遠可以用的 那二次電池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 因為二次電池在未來 尤其電動車的市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次電池沒有什麼好講 那傳統產業的 我們現在講的是二次電池 二次電池最有名的第一個叫做謙虛電池 有看過這種東西嗎 有啊機車跟汽車的電瓶啊 有沒有那個容量不高 那個電容量不高的 那這個謙虛電池呢 一樣你問我它的成分 那要分哪三個 陽極用什麼 簽難怪叫謙虛電池 陰極用什麼氧化簽 電結液用什麼硫酸 那因為它是一種酸 所以又有人把它叫做簽酸電池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人類用最久的二次電池 非常安全 它的缺點是 它的電容量很小 這樣可以嗎 好再來 第二個 聂葛電池 在座各位跟我年紀差不多 這個聂葛電池 大家都用過 現在沒有了 因為葛有毒 一樣會污染 所以聂葛電池被禁掉了 但是以前十年前還有這個東西 一樣它的陽極用什麼 隔 陰極用氫氧化聂 所以叫聂葛電池 電結液用碱性的容易 可以充電 就這個東西 這個電池你在什麼地方會看到 這種電池在什麼地方會看到 對 你家裡頭的無線電話 你把它拆開來看 早期家裡頭無線電話用的就是這種 這個是聂葛電池 後來就改成這種 這種是聂氫電池 現在全部都是用這種 現在全部用 因為我剛剛說這個被禁掉 因為這兩個要做的一模一樣 才能放進電話 所以他們兩個外觀看起來一樣 但是成分不一樣 注意喔 聂氫電池 它會寫一個英文叫聂 這個NI就是聂 這個MH 這個H就是氫 可以嗎 這個符號代表的意思 我待會再講 有看過這個符號的舉手 曾經有拿電池起來看過 沒有對不對 好沒關係 不急 不急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聂氫電池 這個就是聂氫的充電電池 然後呢 那個MH寫在什麼地方呢 那個MH寫在 哇 它不是寫縮寫 在這邊 有喔 來傳下去 可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尖尖的這個正極的旁邊這個地方 你看一下它就寫個NIMH 我們待會再解釋那個符號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現在的充電電池也有好幾種成分 那大部分就是用聂氫電池 再來 什麼是聂氫電池 就是老化了 要先問你什麼 陽極是什麼 陽極來畫起來 這在課本的 147頁畫起來 陽極是什麼 氫氧化聶 所以叫聶氫電池 但是音極是什麼呢 畫起來這非常重要 待會要解釋 除氫合金吸收氫原子 這句話待會再解釋 所以它的音極是比較特殊 然後再來 什麼是除氫合金 待會再說 但重點是它會吸收氫原子 再來 電解液使用什麼 碱性的容易 這就叫聂氫電池 就是這個東西 好各位看到了嗎 我來放了這個有沒有 這就是我剛剛傳下去的電池 那就是聶氫電池 好不好 所以下次各位去 大賣場逛街的時候 你就把那個二次電池 不是掛一整排嗎 就每一個拿起來看一下 那大概知道它在幹嘛 目前來講這種充電電池 大部分都是用這個 因為聶格 我剛剛說已經禁用了 所以現在幾乎都是用聶氫 那你說為什麼不用鋰電池 因為鋰電池比較貴嘛 所以鋰電池現在大部分是手機在用 充電的電池 目前比較少鋰電池 但是不是沒有還是有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 就是鼎鼎大名的鋰電池 因為這個是大家現在都最熟的 那鋰電池又分成鋰離子電池 跟高分子鋰電池 什麼是高分子 塑膠嘛 塑膠 所以科學家發現 就聚合物 這樣可以嗎 我現在講聚合物 各位知道我在講什麼了吧 對啦 就是那個東西嘛 就唱成一串珠子嘛 對不對 那種東西也可以拿來做電池 那鋰離子電池呢 它的陽極是石墨 它是鋰離子牽在石墨中 其實就是石墨啦 它的陰極是用好幾種 你可以用鋰菇氧化物 你也可以用鋰滅氧化物 你也可以用鋰濾氧化物 你也可以用檸檬氧化物 電解液呢 是用鋰離子化合物的有機溶液 各位畫起來 注意喔 它是有機溶液喔 不是水喔 不能用水 因為鋰丟到水裡面會爆炸 鋰原子碰到水 會把水的氫分解出來 所以就會產生氫氣就會爆炸 這樣可以嗎 所以鋰是不能碰到水的 意思是告訴各位 你們用的鋰電池呢 它都會用一個膜把它包起來 絕對不會露出來 如果鋰電池不小心刮破一個洞 水跑進去 因為空氣中有水啊 跑進去那個電池會爆炸 所以鋰電池其實很危險 鋰本身是高活性的物質 它碰不到一點水 就爆炸 也很容易就因為溫度 或是其他原因爆炸 所以鋰電池很麻煩 這個鋰電池爆炸的新聞 各位都看過嘛 有那個走機講講講 結果爆炸把這些點都炸傷著 那還有是放在背包裡爆炸的嘛 那就不要講了 講最近發生的 就是那個波音777啊 波音777那個夢幻客機 不是嗎 不是現在全部禁飛 各位知道嗎 昨天的新聞就是 生產那個電池的公司 提出解決方案嘛 解決方案是什麼 還不簡單嗎 不要用鋰電池啊 解決方案就是這樣啊 這個後面再解釋啊 因為各位知道 波音777就是為了要省油嘛 省油的結果 你就是要用大量的電池 就跟那個油電混合車一樣 你要用那麼大量的電池呢 你就用鋰電池效果最好 因為儲存的能量最多 可是鋰電池很危險 你把那個東西放在飛機上 真的太危險 好除此之外呢 科學家發明了這種更便宜的 叫高分子底電池 就是用塑膠這種聚合物 去取代剛剛的這些東西 更便宜 因為塑膠很便宜 大家都知道 這樣可以嗎 反正在實驗室裡 就合成各種奇奇怪怪的塑膠 注意喔 那個塑膠不一定是固體喔 它可能會是濃稠狀的液體 這樣可以嗎 我不要講到塑膠 你就講到那個塑膠桶 就以為它是固體 不一定喔 那用這種塑膠來做電池 就叫做聚合物理電池 或者叫高分子底電池 那這種電池的能量密度高 而且非常便宜 重點是便宜 但是也非常危險 因為這些塑膠都是那種 比較容易爆炸的 好所以呢 我們來比較這些電池的特性 我這邊列出來 這個在課本的148頁 我們大概看幾個比較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 它的電壓大概都是兩三伏特 這我想我不用多講 大家都知道 有沒有看到它的能量密度 我們來看它的體積能量密度 千酸電池大概是100對不對 你有沒有注意到 鋰電池都是200到300 所以能量密度幾乎是三倍嘛 這就代表什麼 體積是不是只剩三分之一 或者我應該說相同體積的時候呢 它可以儲存三倍的能量 這樣有聽懂嗎 那你再來看 所以能量密度最低的是千酸電池 再來才是鋰格電池 再來才是鋰氫電池 所以鋰格其實並不好 現在已經不用了 鋰氫 還不錯兩倍 勉強可以用 所以為什麼你們剛剛傳下去 那個鋰氫電池 是用選擇鋰氫 因為價格也夠便宜 然後呢 它的容量是OK 可以用的 然後再來才是底子電池 跟這個聚合物理電池 這兩個差不多 差不多 它主要是價格 聚合物理電池便宜 你們現在的手機用的大部分 都是聚合物理電池 因為便宜 那就是比較危險一點 但是手機還好 為什麼 因為手機通常是放在包包裡 對不對 所以它的溫度不會太劇烈 你想想看 假設今天你在汽車上 要一顆電池 你用這種聚合物理電池 放在車上可以嗎 那個車子放在太陽底下曬 車子裡面七八十度 對不對 尤其是你假設這個汽車 賣到中東那種沙漠裡面 還得了 那個車子 那個手機那麼小 一顆理電池 爆炸起來就把手機炸爛了 對不對 汽車用的理電池這麼大一顆 汽車用的理電池200公斤 我講的是電動車 純的電動車用的這麼大一顆 200公斤的理電池爆炸 你知道那是什麼樣嗎 然後你坐在車上的時候 你就屁股這樣 你等於是坐在一個炸彈上面 所以純的電動車到目前為止有困難 就是因為理電池的安全性還有問題 所以人類必須想辦法解決 好 這邊還有幾個重要的東西 安全性就不用講 這個都不安全 對不對 聶氫電池注意喔 特別畫個圈圈 聶氫電池其實是很安全的 你不要看到氫就說 不對啊 那個氫會爆炸 為什麼會安全 我們待會再解釋 聶氫電池其實是很安全的電池 好 那什麼是記憶效應 有聽過記憶效應嗎 記憶效應它是電池的陰陽級材料的 化學反應產生的一種現象 所謂記憶效應就是 當你這個電池原來的容量 這顆電池 這樣子是百分之百對不對 注意喔 當我用的時候 假設我今天先充滿電 然後開始用 結果用到百分之五十的時候 我就不用了 我就又開始充電 這有可能嘛 我們常做這種事對不對 我手機可能 用了一半電還剩一半 我就又給它充電 這樣可以嗎 結果你是不是充到一百 又開始用對不對 結果用到五十的時候 你想要繼續用對不對 結果這個電池它記得 上一次你好像只用到這裡 所以這一次我也只准你用到這裡 這是化學現象 這是一種材料的化學特性 這樣聽懂嗎 那這樣子你不就完蛋了嗎 你這顆電池永遠就只能在這邊用 這下面都用不到 所以什麼叫記憶效應 就是這個電池會記得你上一次用到哪裡 所以以後我也只讓你用到那裡 同樣的道理充電也是喔 你先用一顆電池用完對不對 然後假設你充電充充充充充到百分之五十 就來不及充完 你又拿去用了對不對 結果又用到零嘛對不對 那你下一次充電的時候呢 充到百分之五十 它就不讓你再充了 因為你上一次 它記得你上一次好像只充到這裡耶 所以這一次就只讓你充到這裡 這樣知道記憶效應的定義就是這樣 那你問我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材料的化學性質 這個沒有 就不知道為什麼 你做實驗就是這樣 當然有一些解釋 我想不多談 然後你注意看喔 這些電池裡面呢 記憶效應最嚴重的是 鎳格跟千酸電 對不起 鎳格電池 那鋰電池呢 基本上幾乎沒有記憶效應 所以你們現在用鋰電池 是不是都是隨便用隨便放 這樣可以嗎 你們現在都是隨便嘛 理論上是 但是我會建議各位 你在用鋰電池的時候呢 還是盡量 把他用完再充 充完再用 他這邊說極輕微 不是說沒有 這樣有聽懂的意思嗎 鋰電池有一些特性嘛 第一個就是 鋰電池充電過頭的話會爆炸 你不用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手機裡面 充電器裡會有一顆IC 當你充滿的時候 它會幫你斷電 假設那顆IC沒有死掉的話 你的電池那個插著沒有關係 因為它充滿的時候它就會幫你斷掉 所以不會爆炸 那鋰電池呢 用完的時候呢 用過頭了 那鋰電池容易壞 所以鋰電池很特殊 它不能過充也不能過放 就是不能過充電也不能過放電 過充電會有顆IC保護嘛 這沒有問題 過放電呢 也不用擔心 因為你的IC也會幫你斷掉 不讓你用 所以通常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鋰電池呢 你就是充飽再用嘛 因為你充飽它會幫你斷 這沒問題 用完再充 不是真的把它用完 你可以留個 maybe 3% 5% 或10% 就是低於10%你就充 這樣子可能會是比較一個 可以用到這個電池 大部分的容量的這種方法 那什麼叫做自放電效應 這個就是你把這個電池充滿之後呢 你把它擺著不用 它自己就把電放關 自己會放喔 這個鋰電池是最嚴重的 它的自放電效應 每個月會放掉20% 所以你的汽車 你汽車不開的時候 把它丟在車庫停幾個月 它那個電瓶就沒電 那原因很多啦 主要是你的汽車整個關掉的時候 其實它還是會消耗一點點電 譬如說你的防盜器 它還是會吃電嘛 但是主要還是因為這個鋰電池會自放電 然後呢 其他電池也蠻多的 那比較輕微的是鋰電池 鋰電池的自放電非常小 所以各位可以做個實驗 你把鋰電池充滿之後呢 你把它擺在 手機你把它擺在那邊擺半年 再拿起來打開 還是有百分之八九十 這樣可以嗎 請各位記得你的鋰電池如果不用的話 你盡量把它充滿之後再擺著 這樣可以嗎 盡量不要那個鋰電池沒有電的狀況下 把它擺在那邊半年 然後再拿來用 那個鋰電池它就壞掉 然後還有就是鋰電池 所有的電池都一樣 它二次電池就是要化學反應 所以你最好不要把那顆電池 擺在那邊半年一年都不用它 否則它很容易壞 你至少也要把它偶爾拿來用 用讓它化學反應一下 否則那些化學物質就燉掉了 就不反應了 所以你有那個經驗了 有那個相機買了兩顆 結果後來最近已經把三四年沒有用 我現在打不開了就得 那電池壞了 就換一個新的 對 一顆一千五耶 是啊是啊 鋰電池貴啊 這樣可以嗎 所以建議就是 你的電池一定是充飽再擺 你要擺一定要充飽再擺 千萬不要空著擺 然後呢 你充飽之後呢 也不要擺太久 大概平均三五天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你還是把它拿來稍微用一下 好 再來就是充電次數 我想大家都知道 像謙虛電池大概五百次 我那個車子的謙虛電池 好像才兩年不到就壞了 我實在是很不甘心說 這個電池這麼快就壞 可是它就是壞了 因為它的就是大概五百次就壞掉